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暂时不太担心 因为我觉得做自己吧 没有什么浪漫的事 但是认识了一群非常可爱的小伙伴 所以也是挺大的收获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话 去跟大家去做沟通 或者说做互动的渠道比较少 而且声音大使这种方式的话 还算是比较有温度的 我个人觉得 最近的计划 比如说跟荔枝这方面的话 会不定期做一些直播 最近的就是今年的情人节的时候 这个牺牲很大 所以得聚集看作品 如果说真的有非常好的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我愿意 这个暂时啊 暂时还没有考虑 因为自己也有点术 喜欢狗多一点 没有什么固定的口头餐 奶茶吧 有那么一点点 本来呢 在别的采访里我都是打六分的 本来呢 但是最近变胖了 所以我现在给自己打五点五分 喜欢听然后 其实自己控的时候 也会在立志上听一些直播 应该比较喜欢听那种脱口秀的 比较搞笑的吧 这个我都不知道 你们到时候听吧 你们到时候听吧